第六题请问以杯里面的物质可能是 那么我们也看到呢以杯里面呢会有一个正离子正二 然后呢有两个负离子负一 所以它的正负离子的比例呢是一比二 那我们在前一节讲解中已经看到了 只有我们的氯化钙CACL2呢 它是一个钙离子Ca2正 加上两个呢负离子Cl负 所以呢它就符合我们的氯化钙 所以第六题问我们说 请问以杯里面的物质可能是 我们答案选的是氯化钙